2018年9月5日,星期三,农历七月年柔,五须年更深月更紫日,特级生肖,龙、猴、牛、次级生肖,树、虎、狗、新日带衰、鸡、羊、马、西神方位、西北方、财神方位、郑东方、宜、结婚、订婚、搬家、出行、宴会、开业、交易、签约、职业、纳财、出货、 放炸、败剑、浮烂、开光、祈福、求寺、近人口、沐浴、求衣、冻土、心脏、装修、祭祀、破土、祈感、祭、解除、幸运数字、六、九、幸运颜色、灰色、白色、蓝色、一成龙、十身主事、三合集心入命,属龙人今天的运势旺盛,不仅贵人运强劲,工作生活都能得到他人的相同。 而且计划知识也都能顺利进行,心情大好,另外适合拓展人脉,利用空闲时间与同事朋友聚会增进感情。 事业运势,你开始把工作作为生活的主旋律,在工作中可以找到内心充实的感觉。 但也不要太拼命太辛苦,才愿愿是,上街买东西会让你心情愉悦,买到喜欢的东西幸福感满满呆。 感情愿是,有机会与心意的对象相处,很容易就从好感转为爱意,要好好经营这份得爱不易的爱情。 旺采方位,此日立于西南方出行,东方不宜,望运宝贝,金,望运颜色,白色,生肖贵人,猴,二生猴,笔金主事,三河即兴入命。 属猴人今天的好运势达到顶峰,工作如鱼得水。 不仅能展现自身实力,而且歼二连三告捷,是十足的大赢家,人际关系上扬,社交运活跃,不怪和谁都能谈得来,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 事业运势,事业运旺盛,你的真材实学能得到有效回应,并且可以有效地化解危机,将工作顺利完成。 财运运势,财运不错收益也颇丰,有机会向他人炫耀自己的理财能力,感到颇为得意。 感情运势,异婚者感情生活平顺,只是少了些许情趣,你不妨主动制造一些浪漫的情境。 旺财方位,利于出行东南方出行,西北方不宜,望运宝贝,玉石,望运颜色,黄色,蜜色,生肖贵人,龙,三丑牛,真观主事,陆河即兴入命。 属牛人今天登上了好运的高峰,机会多多,能力凸显,可以顺利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。 大棒光彩,另外家庭运家,和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,享受着天伦之乐,幸福满满,事业运势,贵人运势望,多能得到贵人朋友的指点,需要好好掌握,财运运势,财富指数比较高,可以进行适当的理财。 感情运势,单身者开始渴望一段浪漫的爱情,容易陷入恋爱的情节幻想中,不过想要借后异性还需要一番等待哟,望采方位,此日立于西北方出行,南方不宜,望运宝贝,水晶,望运颜色,蓝色,生肖贵人,猪,四子鼠,正燕主事,叔叔人今天心情愉悦,态度积极, 做什么事都感觉得心应手,办事效率颇高,即使工作上有疑难夹症,你也能轻松应对,有时间可以约朋友,一起出去娱乐下,联络感情的同时,还能让你感受有益无限美好,事业运势,事业运势旺盛,业绩会大有突破,人脉上也会有好的积累,财运运势,今月财富运较旺,适合进行有回望的定额理财, 感情运势,爱情的魔力在于能把一个聪明人变成傻瓜,反之亦然,旺财方位,立于朝南方出行,北方不宜,望运宝贝,买老,望运颜色,红色,生肖贵人,蛇,五银虎,贴山主事,叔虎人今天做事稳重,行事不轮忙冲动,并且保持足够的耐心,高质量高效率,完成任务, 业了以后的工作做足了准备,此外有机会参加团体活动,这样的机会很难得,好好把握,事业运势,工作的内容逐渐给你带来非常稳定的收益,但要小心身边的小人对你羡慕极度恨,财运运势,朝古者容易盲目听从小道消息做错抉择,资金有被套牢的危险, 资金运势,体量是让爱生根巴牙的土壤,而在美则是催促巴牙的肥料,旺财方位,此日立于西北方出行,东南方不宜,望运宝贝,玉石,望运颜色,蜜色,生肖贵人,狗,六驱狗,食神主事,属狗人轻松自在的一天,工作进展顺利, 不会感到有任何压力到来,相信在积极的状态下容易有满满的收获,另外有遇到兴趣相投的朋友,彼此交谈甚欢,身心愉悦,事业运势,情绪显得有些消沉,面对困难和挑战容易气馁,是要自己调整心情积极应对啊,财运运势,适合动脑想想如何可以赚到钱,但仅至于微化阶段,不是有太大的动作, 感情运势,爱情是要些调剂品,增加一些两人共处的时间,即便是聊聊天也是很好的,旺财方位,利于出行朝南方出行,西方不宜,望运宝贝,石木,望运颜色,青色,生肖贵人,狗,欺骇猪,偏运主事,闲持桃花入命,属猪人今天事业家庭两不悟,财运不错, 属猪人家过日子会买到价格低廉,有实惠的好商品,工作中会有奖金拿不停,事业运势,事业方面的虚假现象比较重,欲试需慎重处理,以免踏入他人精心准备的陷阱,财运运势,财运不佳,只是喝发呆,其他的都先搁置一边吧, 感情运势,想要考验对方与你的心灵默契,却得到了不太满意的结果,与其让对方猜来猜去,不如直接告诉他啦, 旺财方位,利于出行朝东北方出行,西南方不宜,望运宝贝,玉石,望运颜色,蜜色,生肖贵人,牛,把四蛇,偏财主事,属蛇人今天虽有小小偏财, 但同情性蔓延,很容易闪荡受骗,另外做事容易半途而废,工作有可能做到一半就放弃了,这样很容易被领导责备,如果不想让上司对你丧失信心,那么就全神贯注,把事情好好完成吧, 事业运势,工作中遇到一些瓶颈,建议将心中的疑惑和前辈分享,会得到指导意见,财运运势,财运一般, 如果有人提出投资理财时,需要慎重考虑,感情运势,单身者今天的桃花运破损,不要把自己闷在家里,和朋友出去走走,缘分正在等着你,旺财方位,此日立于东方出行,北方不宜,望运宝贝,石木,望运颜色,青色,生肖贵人,兔,九卯兔, 正关注是,红乱桃花入命,子茅相形,属兔人今天对自己的工作定位不清晰,分不清事情的情重,效率低下,另外还要小心和他人的言语冲突,事业运势,情绪不稳定,容易语言产生摩擦, 与他人相处要互相尊重,避免对同事的过多干预与舒服,财运运势,会因为情绪不佳而乱花钱,要有所节制,避免花光前后情绪更加沮丧,感情运势,感情上多注意此生蓝桃花,避免意识冲动,旺财方位,此日立于朝西北方出行,东南方不宜,望运宝贝,玉石,望运颜色,蜜色,生肖贵人,狗, 食欲有机,劫财主事,天喜桃花入命,自有相破,树基人今天比较固执己见,敏感多疑,缺乏积极深情的心态,工作中很难有进展,并且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,容易以自我为忠心,也很容易失财,事业运势,运势平准,能充分享受生活,但要注意别让自己太懒散,给自己一点压力比较好, 财运运势,死守着钱会很痛苦哦,不如还开心心的去吃一顿,买点喜欢的小东西来犒赏自己,转情运势,出门乡情前可不要忘了好好打扮一番,遇到心仪对象的机会很大哦,旺财方位,立于出行东南方出行,西北方不宜,望运宝贝,玉石,望运颜色, 黄色,蜜色,生肖贵然,龙,十一位羊,真观主事,犯害刷新入命,闲持桃花入命,鼠羊人今天做事鲁莽冲动,财气也跟着不稳定,投资理财定要谨慎,最好按兵不动,方可避免钱财损失,此外也不要随意发言,容易以人误解,事业运势,面对他人的责难, 优势以退为进,不时为一个更好的选择,不如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,财运运势,金钱又或较多,投资应需谨慎,破财时看看一点,感情运势,今日感情运大凶,很容易出现他人巧作,而导致自身感情的不稳定,去注意双方沟通,不要给他人客撑之机,旺财方位,此日立于朝南方出行, 北方不宜,望运宝贝,买脑,望运颜色,红色,生肖贵人,蛇,十二五马,正才主事,万重刷新入命,数码人今天,欲势低迷,尤其财运很不好,会有破财的危险,要特别小心谨慎,以免优失财钱或被人骗,另外工作情绪不高,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, 还需保持以往乐观,积极的态度,事业运势,事业工作上会出现一些机会和选择局地,但运势须慎重,不可盲目的去下定论,财运运势,财运起伏不定,需要入一个方面的开支,感情运势,收下心来,珍惜当下,不要和暧昧的人偶断思连, 这样最终会伤人伤己,旺财方位,此玉立于潮汐北方出行,南方不宜,望运宝贝,玉石,望运颜色,逆色,生肖贵然,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